高宏安助理被爭議 遭檢調裁定60萬元交保護船 更被列貪污案被告 不過週刊再爆料 供基金制度的發想 來自這個 知情人士透露 檢調約談助理後發現 起初高宏安為了買咖啡機 和星巴克咖啡豆 不願自掏腰包 才和男友李宗廷 想出福報薪資 以供基金方式來支應 不只如此 前行政主任小兔向檢調透露 曾對供基金提出質疑 沒想到卻被李宗廷反暢 當立委就是要來賺錢 身為他立法院的同事 這樣子的發言 當然很令人感到錯愕 身為立法委員來這裡 當然絕對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希望能夠為民發聲 如果出發點錯了 那麼當然很容易 在你的過程當中就會走岔路 我想當然不可以把高宏安 一個人的行為 去類比到其他的委員 所以我相當不認同這樣的話 難不成李宗廷吃了誠實豆沙包 週刊更爆料 供基金制度 延續兩年半 不法金額可能高達兩百萬 據我老界的 就是高委員的 公立金制度是他一上任 支出就要求 下面的助理設立 陸續的施行到 今年九月份十月份 先前美濟所接額的部分 只有第一年 而且只有其中 十一個月的項目 高宏安擔任立委期間前後共聘用三十幾名助理 據傳檢調約談其他助理之後 加二度約談高宏安不排除加碼強制處分 高宏安爭議燒不停 不少市政更是燒到檯面上 三立宣傳紅旗把日文社小組台被報到 就是我們 然後就是會把禮拜的文字上來支筆 大家可以抽屜整理文具立委助理 每個月定期盤點辦公室消耗品 從原子筆文件獎等都可以向立院申請 從立法院內網登入 助理登記後立院人事處就會前往採購 而經費支出就從每個月編列給立委辦公室 經費扣除 攤開立法院組織法規定 每個月每個立委有電話費一點二萬 文具郵票費一點五萬補助 另外跑行程的郵料費和地方服務處租金 也可申請 而立院辦公室事務費也有近一點五萬元 可用於維持一般運作 零零總總夾起來大約八萬塊錢 直接撥入委員戶頭 不用時報時銷 高宏安每個月多領八萬元不夠用 還要助理們上繳攻擊金 因為不太可能用 對 因為就是 你給這些 周刊爆料高宏安設入詐領案有三招 包含低薪高報助理費 加上助理請領加班費 全部納入攻擊金 而立院補助的八萬元辦公室開銷 則是存入高宏安戶頭 止進不出 高宏安拿助理的錢維持辦公室運作 如今疑似涉灘手法一一被揭露 也讓真相越來越清楚 相信你感覺很像台北什麼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